11月28日早上9时,香港警方安全小组首次进入香港理工大学校园,搜索证据、处理汽油弹等危险品。 安全小组由香港警方爆炸品处理科、消防、救护、行政人员、传媒联络队、谈判小组及心理学家等组成。 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周一鸣表示,校园内有许多危险品、攻击性武器等等,警方希望进入校园解决危机。 他表示,理工大学消防人员早前也曾进入校园,但是并未发现有人。 他强调本次行动不以搜查、搜捕为目的,最主要希望保证校园的安全,若遇见有留守示威者,会交给谈判专家与对方沟通。 这些腐蚀性的液体,这些都是对公共安全处理有很严重的威胁的,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处理了一些罪案现场,就是说刚才讲过很多地方被破坏,是希望可以尽快去处理了一个守正的工作。 记者看到,香港理工大学内部一片狼藉,满地遍布垃圾,约有几十名警察和消防员进入里大搜证。 警方与里大校园内拉起警示封锁线,随后在指定范围搜索,一批警员在校园内带走证物,包括一些背包及袋子,并对证物归档登记。 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在里大校园平台上巡视,平台上遍布积水,并有多瓶电油、面粉瓶及怀疑汽油弹。 警员将爆炸品集中摆放,并贴上危险标签。 消防危险品科危害物质砖队的队员检查地上的杂物,清理砖头,并发现校内有多个小型汽油器坏,及装有不明液体的玻璃瓶。 消防员认为有危险,并于图书馆外拉起封锁线。 香港陆镇署也派来员工,修复香港理工大学门前,被示威者损坏的路面,重新铺上瀝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